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飞扬 那么台北股今天在美股重挫之后 礼拜一的开盘 当然开低是正常的 只不过今天我们却看到它指数出现一个开低之后的一个拉高 这个行情其实在上个礼拜五 我在跟你解释这个行情的时候 已经讲得很清楚 你把缺口把它补掉了 如果说你要宣誓说 上礼拜五的长红是一个 你要定调 是一个至少在六月份 不会去再破低点的话 那我认为 上礼拜五的红K 低点不能跌破 对不对 如果你那根K棒是有意义的话 怎么会低点又跌破 所以上礼拜五我告诉各位说 涨了115点 那你把空头缺口把它回补掉 拉长红 那当然啦 接下来呢 如果你要定调说这根红K是确认 至少代表说这个低点 短时间内不会再跌破的话 那么 遇到回撤的时候 10369怎么样 接下来10369是不能跌破的 也就是说它如果来回撤 这根K棒基本上应该要获得支撑 那来到今天 当它早盘下跌100点以上的时候呢 百点之上的时候呢 其实最后的结局是长这样子 可以先收缴 收缴 那代表什么 它是不是来回撤了 对不对 早盘它撒地的过程中 当你已经觉得这个行情又不对劲的时候 又是不是又完蛋了 其实它回到哪里 回到上礼拜我就跟你讲过了 那根长红的低点没有跌破前 你都不用那么的悲观了 那所以最后你看方便 就有一只手出来把行情拉起来了 台积电 这一波带着大盘下去的台积电 还有弱势的股王 大力光都上来了 代表说这个行情还有包含一些金控股 今天也出现一个拉高 所以有一只手在那边 把这个行情又把它做上去了 那这只手呢 基本上跟上礼拜五的长红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好啦 所以我回撤就拉高起来 那代表什么 代表接下来的行情 至少做多 我认为你要赚钱的机会 其实真的很明显做给各位看了嘛 对不对 它已经很明显做给你看 只不过你做股票的过程中 你不要去 我还是老话一句 不要一直想要去针对热门股 去操作 一般产物朋友 那些热门股不适合你 热门股就是已经涨了 才叫热门股嘛 大家都发现了 在讨论了 那个叫热门的嘛 那你要去买一个 大家都讨论都发现的 你不是觉得你自己 在往那个风险里面走吗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现在该怎么做 既然它做给你看了嘛 既然指数已经做给各位看了 那你看上礼拜五这根长红 当天的融资减8亿 投信买11亿 外资转卖为买 买了19亿 那外资投信 为什么在这里买股票 难道中美贸易战结束了吗 没有啊 那外资为什么转买为卖 投信 最胆小的投信 怎么敢买 而且连买两天 结果呢 融资减了8亿 所以你看 所以你不要跟着大部分的散户一起走 大家都想要卖股票 融资减了8亿 可是事实上 你看这个行情压不下去 那压不下去 就是你的机会嘛 那怎么把握这个机会呢 我做给各位看 今天我的标的 搜最高 623次的高桥 我们的股票 今天搜最高 创新高 而且搜最高 6月3号礼拜一 创新高 而且搜最高 今天创新高 又搜最高 什么时候 出现运作量 在5月20号左右 开始出现运作量 有没有 所以我说 你操作的股票的逻辑是什么 你有没有一个依据 你如果说只是为了去追寻 热门股的操作 当然 那个不叫依据 如果你只在操作 大家都在讨论的 大家都在 已经是 打开电视新闻 媒体 报纸打开 都在讨论的标志的话 那我觉得 那种操盘是没有依据的 我们今天买股票 那个依据是最重要的 你是依据什么东西 什么确定的东西 去买了一档股票 价位在哪里 为什么你出手买它 为什么 我们今天做节目 不是拿大涨股票 来跟你讲 介绍基本面 让你以为我们赚很多 不是 我们要报告的是说 一档标志 我们为什么会 当初为什么会去操作 依据是什么 从这里开始 出现运作量 有没有 每一笔 我都写给你看 那运作结束之后呢 回落下来 回到这个地方 回落下来 当时在5月23 5月24号 对不对 5月23 5月24的时候 在这里 结果呢 回落之后 就慢慢墊高了 到今天又创新高 差多少了 已经差了将近16% 15.8% 将近16% 你100万 等于 差了16万 这种做法 它告诉大家就是说 原来 我们不需要去追逐 已经 涨了好多天 大涨的股票 我们不需要去追逐 大家都在讨论的热门股 我们不需要去买 那个大家都在讨论 有话题的股票 那些标的 那种类型股票 我们操作起来 很难赚钱 对不对 可是原来 真正能够赚钱 而且赚得比较容易的股票 那竟然是什么 竟然是一个 还没有人讨论 那未来继续涨 会不会有人讨论 可想而知 一定的 但至少我们是买债 还没有人讨论的时候 反而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那那个最佳时机怎么来的 你的依据是什么 你不能凭空乱讲 你的依据是什么 为什么你 1600档股票里面 你去追踪了 这个档股票 然后进而找机会 去逢低介入 为什么 那个依据在哪里 了解我意思吗 你会去买 因为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 你不在这里买 对不对 它蝉黑休息再杀 你不会去买 你没有看到运作量进来 你怎么可能会去买 那因为你看到了 所以你会等它拉回 你要去买 结果赚钱了 对不对 100万资金就赚了 将近16万 6234的高桥 如果明后天 它会继续供的话 不休息 你继续供 那市场可能就开始 有人去讨论它 对不对 好 这家公司 它108年 第一季的EPS是 0.24 去年同期第一季的 EPS是 0.12 也就是说 它今年第一季的EPS 相当去年的 第一季的EPS 成长一倍 所以 难道它涨得没有道理吗 更何况 它四月公布的营收 YOY还有两成多 而且持续的 稳定的 呈现两位数成长 那 今年的EPS 相较去年 绝对是怎么样 可预期的 绝对是高度成长 结果你说 这么好的公司 股价上去 是没道理的吗 对不对 有道理 所以从这个现象 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原来 在这种事况之下 其实会涨的 还是要有基本面 我今天创新高 我今天高桥是创新高 指数是拉回 七八百点之后 现在大家在期待说 能不能够有效 只稳 只跌 可是我的股票呢 是创了新高 是创新 相对位置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的股票 可以创新高 因为还是在涨 基本面 代表什么 你不管怎么做 有基本面的标的 就是等待它出现运作量 然后等待运作量出现之后 回落就是买进 因为它终究 还是会去反映 它的基本面 只是一般人会觉得说 可是它第一季 公布很久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都没涨 这就是我讲的 基本面的题材 数字 拿出来给你们看了 但问题是我什么时候要动 就回到第二个问题 你的依据什么 你为什么出手去买了 你为什么认为 它要准备涨了 那个依据是什么 就拉回到原点了 运作量出来了 所以我要准备出手了 对不对 那现在上来创新高了 所以原来它这么好 原来公司这么好 就倒回去了 对不对 它先公布数据给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它数据公布 你就乱买的话 可能要等一阵子 可是呢 如果你看到这个之后 你去追踪它 等到有一天 看到运作量进来之后 等到买点 你马上赚钱 有没有 这样子一百万赚十六万 这是一个很 操作股票本来就该有这样的逻辑 它是一个很清楚明确的逻辑 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模糊地带 模糊不清没有 就是这么做 没有运作量就是不要碰 出现运作量的标的 你也不用急 等它回落找买点 然后呢 拉高上去就快得获利 你本金你说老师 我本金不多 一百万而已 一百万就够了 一百万的 一档股票你就赚十六万 对不对 那指数呢 指数还在寻求 能不能有效指纹 可是你已经怎么样 赚十六万了 这只是其中一档喔 这只是其中一档喔 上礼拜 之前跟你预告的股票 一样要有基本面嘛 对不对 一样要有基本面嘛 今年推出秘密武器嘛 在光学镜头跟车用镜头嘛 对不对 好 那五月十五到五月十七 也确实出现累计的运作量 三千百九十五张嘛 所以这个标的可不可以涨 出现运作量啦 那等它回来 是不是应该买 是不是应该买 是嘛 出现运作量啦 那是不是应该买 是啊 我就跟你说是不是应该买 回到运作量的位置差不多嘛 回来应该买嘛 那买了上去不就赚钱了吗 对啊 那结果呢 这个位置 就在这里 就上去了 这样多少 将近二十万 买个十张就好 买十张就好 将近二十万 这就赚钱了 那请问一下 这些是热门股吗 这些是你们最近都在探讨的 一直在讨论的吗 不是 可是呢 反而是这些标的 帮助投资朋友赚到钱 那一般人 大部分人都在里面 去讨论的 所谓的热门股 当然 人多了嘛 人多了 其实 你想要再从中谋局一些 你想要的利润有时候 难度就比较高 我不能说你错 但是 如果你要安心赚钱 你就是这样做 你有依据 你有依据 你怎么敢出手去买 没有运作量 你怎么敢买 我一样邀请十个投资朋友来 需要帮忙的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节目投资朋友 我邀请你来做一个实战的见证人 我的见证人是实战见证人 是邀请各位来 那我会通知你 我们假设 假设如果明天我出手了 有标的回落下来了 买点到了 我真的通知你 我就会通知你去买 所以你来 来当见证人 不是来看我们做什么动作 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是请各位来做实战的 你要真的愿意交易的 你再来当见证人 实战的一个见证人 你电话拨通 那 接下来明后天就等我们通知 我会通知你在什么价位 哪一档股票 你可以开始去承接 去布局 去卡位 那耳后 做到前的节目上 我跟你介绍公开了 那那个同时 就是你也同步 拿到这个获利的时候 所以我邀请各位来当见证人 是邀请各位来当实战的见证人 你真的有来一起买的 那十个名额 一起来买股见证 等一下广告中的电话 记得把它拨通 来登记 那告诉伏联员说 你要来当实战见证人 那我们就会把你安排 然后通知你 一起买进 赶快拨电话 我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长大 改版咯 黄金 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商业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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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商业台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你每一笔的交易 你要用一个很固定的模式 去做操作 你不能一向这样做 一向这样做 变来变去 那操作绩效绝对不会好 我们所有的交易 就是我讲求 就是你要有依据 你不能乱做 你不能凭空想象 你觉得那个会涨 我们就去买买看 这个是金钱在做交易的 没有试试看买买看 这种东西 没有绝对的把握 你不应该出手的嘛 对不对 那你会出手 一定是你有把握的 那你为什么会让你有把握 因为你看到了一个 确定的数字进来了嘛 你掌握了数据了嘛 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依据 没有看到数据的 进来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去操作呢 对不对 当你看到了之后 它回落下来的时候 就是你会去出手的位置嘛 回到哪里 通常都会回到接近 出现运作量的第一笔的位置 然后呢 就慢慢上来电高 然后越走越强 今天收在28块1 最高点 创新高收盘 那你要去检讨它 它的EPS 第一季 年成长率 一倍 那为什么不能涨 所以 时机成熟的时候 你就赶快找 你就要找机会了 否则就错过了 否则就错过了 那这样刚开始 100万就差了16万了 100万就差16万了 所以之前 其实现在看节目的观众里面 有好一群人 手上就有高桥 那这些高 投资朋友 观众朋友 也就是当时 拨电话来公司 有登记的 对不对 我已经 我跟你们讲过 我说 来登记 那不是来看热闹 是真的会带着你 去做实战的交易 所以 机会要自己把握 我有开放名额出来 那你要好好地把握 赚钱的机会 然后像这种 我讲过了 它一定是有基本面的 想象空间的题材 然后就等到 运作量进来了 那既然都进来了 那股价如果回落呢 是不是要找买点 回到哪里呢 通常会在接近 第一笔运作量的 这上下附近 那回来的话 我们就来出手 我们就来买股票 真的回来了 就到这附近 有没有 就向上爬 这样子差了 加年20万 5月20号 进场的话 就差了20万 然后你一笔一笔看 这是3083网龙 这里出现连续的运作量 然后股价回落 回来缺口 5月23号 我亲自通知 你绝对可以买 买50张 买30张 买80张都可以 这样多少 将近16万 买20张而已 就16万了 20张就16万 20张才多少成本而已 不到100万 就16万 再看 你看就发现 每一档股票 逻辑都是一样的 那你会发现股票到最后 好像变得比较简单化了 你就是要这样做 你不能把一个股票 把它越做越复杂 越做越复杂 复杂到你最后都觉得 做股票做的怎么会有压力这么大 到底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了 你要看讯号 要有确定的数据进来的股票 才能追踪 回落下来 当时价位在哪里 5月27号 回落下来 买点来了 正要 这样上去20张就好 20张差11万4 那你等到上去之后 你才去追 你就很难赚 你等到创新高 突破上去的才去追 你就很难赚 那人家在这里接 你不知道 你都是等到人家大涨了 你才去追 你就会很难赚到钱 人家这样的20张而已 才买20张而已 不到100万 20张赚了11万多 每一档股票的做法 都是一样的 2524精诚 运作量进来了 有没有 在这边 未来回落到这附近的话 就是基点嘛 对不对 回来了 就上去了 这样多少 5月21号 11万多 那你等到上去了 人家赚了十几万了 你才想去追 那当然你要获利的机会 你就是比较辛苦啊 所以 到头来你会发现 原来股票操作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规则 有一定的一个 一个逻辑 那这个逻辑这个规则呢 它背后就是有一个 确定的一个依据 在背后做支撑 没有这个依据 我们不会出手去做这个标的 如果你不用依据 那你每天都有买不完的股票 你每天只要看热门股票在哪里 大涨股票在哪里 你就去买 你买不完的 今天涨银件 你就去买银件 明天涨资产 你去买一支资产 后天涨金融 你去追金融 再来回到电子股市场 你就去追电子 那到底哪 你到底你的依据是什么 没有依据嘛 每一档股票 有每一档股票的筹码结构 它没有出现运作量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进场 那既然有出现运作量 有依据来了 你就等买一点嘛 对不对 我没有叫你去乱做乱做 在我们这边我讲过 股票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你有依据之外呢 还有 你不要去买了一堆股票在手上 没有意义的 你买一堆股票 你也想要得到什么 如果我今天确定一档股票 有运作量进来 我就买它就好了嘛 我就确定有运作量了 那我资金只有100万 我就买它就好了嘛 我资金只有100万 我就买它就好了 我干嘛买20万 对不对 我看到这个东西呢 我为什么买20万而已 剩下80万 我还可以拿去20万买一档 我总共要买五档股票 你觉得这种想法是对的吗 那代表什么 你都看到 确定的数据都看到了 然后你却只买20万 代表什么 你心里是觉得 不相信 对不对 那我就觉得很纳闷了 数据都让你看到了 每一档股票都一样 你看这当初的原相 每一笔这么清楚的显示出来 那它的回来修正 你买不买 你跟我说老师我不敢买 怎么会不敢买各位 不是叫你去追 是回落下来的时候 总共运作了26,024张之后的回落 你怎么会不敢买 人家买了都赚钱了 买了你看 股价真的就上去了 就创新高了 大阪修正 它股票上新高 36块价差 100万就赚36万 股票操作就是要有方法 中美金 你会发现每一张股票怎么做 就是这么做 运作量出现之后 几张都掌握住了 就等它回了 回来了你又不敢接的话 那很抱歉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运作量都跟你讲几张了 那回来了你又不敢接 那你要怎么样才敢买 当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 是热门股的时候 你才想去追 你才敢追 就很矛盾有没有 一般都说老师 我不要去买那个涨很多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 一档股票就好 然后买完之后 它开始要涨的 我知道啊 那我现在带给你 就是这种做法 那当我通知你的时候 你又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涨 人性呢 就是这么奇怪 我遇到太多投资朋友 我们通知他之后 他居然没买 为什么 因为当时没有涨 杀下来叫你去买 你会买吗 平均每通知十个人 会有两到三个人 最后发现没买 他自己回报说他没有买 为什么没买 因为 因为当时他没有涨 而且他是跌下来的股票 你懂吗 那这个就是败在自己的 自己 这是败在人性的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帮了 我都跟你讲了 你看看 这样一个上去就至少22%了 对不对 100万就差22万了 那到底该怎么帮你 每一档股票 跌下来 要你去接 结果没有买 为什么 因为怕 因为没有涨 好了 那真的已经快攻涨停的 我叫你去追的话 你敢吗 敢 因为它涨了很强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 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看节目 你要看一看 你要自己知道 到底什么做法能够帮你赚钱 那你自己心里有答案之后 你再考虑 要不要来当我们的实战的一个见证人 那我开放的见证人的名额 每一个节目时段结束后 十个名额 那这十个名额投资票 你不要拨电话来之后 你明天不敢买股票 假设明天有买的话 不一定 假设明天有买的话 我们就会通知你 那我通知你 你不能跟我说你没有买 那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嘛 为什么没买 因为它叠下来的我不敢买 那你要买什么 那个大涨的吗 那你节目就没有认真看了 你根本没看懂我在讲什么 我们为什么赚钱 赚钱的原因是什么 方法是什么 你根本没看懂 每一个节目时段结束后 十个名额 这十个名额 你待会就要来登记 要登记 没有登记 那我要通知谁 要登记 十个名额 那十个名额呢 就是跟我们同步 新标的 回落下来买点到了 我们就一并会通知你 那你得到通知之后 记得哦 你就照了指示 你去买 买多少我们没有意见 就是让你参与嘛 让你来 见证我们的做法 那这实战见证人 每一个节目结束后 就是十个名额 那记得 你来 是要来买股票 来帮我们做见证 所以为什么 我要邀请见证人 因为我希望观众朋友 来之后 真的有一起来买进 那因为你一起买进 所以你可以帮我做见证 当我未来节目一公开的时候 你可以帮我做见证 对 你真的 我真的有带你买 对不对 好 那愿意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拨电话 每个节目结束后 十个名额 现在可以开始 拨电话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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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